您好,欢迎至点深圳。 据专家介绍,近年来因工作压力患焦虑性失眠已上升到首位。 失眠人群主要集中在25到45岁之间,占失眠人群的六成以上,包括很多大学生、企业经理、中层人员等等。 长期的睡眠障碍可以导致人体的工作能力下降,甚至因为它生活质量,比如说诱发高血压、冠心病、糖尿病、风湿。 同时如果长期的睡眠障碍得不到纠正,它会患有严重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精神心理疾病。 传统治疗失眠多依赖药物,可是运用多种高科技手段的综合治疗比单一治疗要有效得多。 像这种体感音乐治疗是目前治疗失眠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之一。 一线记者也忍不住亲身体验了一把。 自然的放松啊,身体的感觉,感觉那个振动带给你的一种舒适感。 像这个枕头啊,里面是有音箱的,耳朵可以听得到音乐,而整个床垫呢,是可以振动的。 振动的频率跟音乐的频率一样。 像我刚才躺了一会儿啊,感觉全身非常的放松和舒服。 而整个一个疗程呢,十四十五分钟,我想我如果再多躺一会儿的话,肯定已经。